大虾 大虾呀 大虾你等等 你等等 什么事丽莎 你回来就好了 你那个老婆 她不是人的 你说清楚一点 你自己上天台去看看 她简直不是人的 大虾听完赶紧朝天台跑去 却看到自己的宝贝女儿 居然和狗关在一起 不用怕 爸爸救你 别怕 退后脸下面 很快狗笼子就被砸开 女儿也被救了出来 好了 不用怕 爸爸在这 你妈呢 看着女儿脸上的伤痕 她这才发现女儿全身都是伤 得知女儿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她赶紧点了一大桌子菜 看女儿情绪稳定下来后 她才开始出声询问 你告诉爸爸 家里面是不是有个黑人 听到这话的大虾气疯了 立马买了两碗热汤 悄悄地端到了楼上 可楼上的运动场面 还是深深震惊到了大虾